大家好,我是Coti,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主题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2020年我最喜欢的10款普通雪卡 排名不分先后,这10款 看看会不会有和大家相同的 喜欢的10款雪卡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记得看下去 第二款是Trinita Vigia 这个尺寸是停产了的Robusto Tea 差不多尺寸的 第一支雪卡或者是在下午比较舒服的时候吃 我如果是第三支,我就不会吃它 因为我觉得这支始终是比较淡中度的 不会太浓 如果吃到头一两支已经吃了的话 第三四支我就会觉得它没有味 第二支就是Romeo Short Churchill 我顺便说第三支 我就是会 左支就是这个Churchill Romeo的Churchill和Short Churchill 都是成为了2020年超级喜欢 平常会吃的烟 一来它是比较淡 舒服一点 还有如果是Short Churchill的话 它Robusto Size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我平时如果一个小时就会吃它 如果很多时间的话,就会吃这个Churchill 就是这样 讲完Romeo之后 那我就顺便讲这个Hoyou的这两支 Hoyou的Epicule No.2和Epicule Expecial 都是我2020年很喜欢吃的烟 因为其实Hoyou这个和Romeo都是比较淡 可能近这一年都不会太晚出街 但是可能是下午的时候我吃烟比较多些 那我下午的第一支 通常我都会选一些比较淡的烟 所以这个Hoyou的Epicule No.2和Epicule Expecial 就成为了我2020年经常会吃的烟 一来是很淡很舒服 Quality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我就经常吃这两支了 讲完刚才那些比较淡的烟 上面我最喜欢吃的比较中度浓度的烟 就有这个Montecrystal的Edmundo 它的尺寸就是 都是Robusto大了 大概也是一个多钟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尺寸 而且它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它很多的Nutty味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了 我是超级喜欢吃Montecrystal的老烟 那你不会每天都吃老烟 那我有时候呢 就会试一下它的新烟的话 我就会试这个Edmundo Edmundo这个是非常之不错的 第七支 七支的话我就会讲这个 乌敏的Mattlin 46 这支都相对是我2020年吃了非常之多的了 那我相信都有一盒或以上的 原因是因为呢 我发现了它是有一些金香金香的味道呢 是非常之适合我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呢 吃一支我觉得是很好味的 还有呢 这支不会说非常之淡无味的 就是你晚上呢 你吃的会比较重一点的嘛 吃这支呢 中度浓度呢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还有呢 这个呢 这个尺寸呢 都不会说太厉害了 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吃完的一支烟 说完了一些比较小一点的烟呢 那我当然要讲一些 就是如果说超级多时间的话 我就会吃这支 Pardegais的Lusitania 这支真是超级大支的一支烟 那我呢 都吃了无数 我想都有吃了两盒的 今年我是吃这个Lusitania 那这个呢 它起码都要吃到两个多钟的 有时候呢 真的好吃好有空的时候呢 那你没可能你 就是一次过 如果我说四个钟这样 那你没可能吃四支烟那么夸张的嘛 那我就会选择吃一支Lusitania 这些比较大支一点的 接着再配一些小一点的雪茄 那还有呢 这支呢 就相对起来就比较浓一点 就是比我刚才介绍的比较浓一点 那就可以在之前吃的那些 之后再配搭后来吃这支 就完成整件事了 九第十支呢 那当然是我超级喜欢的两支烟 这两支烟我相信不是2020年那么简单 应该是说我从2014年开始吃烟 起到现在呢 都是非常之喜欢吃的两支 regular 那我相信都很多人都会吃过 或者会试这两支烟 就是呢 这支就是Robusto 这支就是Siglo 6 就是我觉得呢 在吃雪茄的阶段里面呢 regular雪茄要在家里 一定要拥有 一盒这个Robusto 和一盒Siglo 6 那这两个呢 我去年都是不断地吃 不断地吃 我可以找回一些图给你们看 是 我是无限吃 因为这两支 都不可以评价些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卷工 Cohiba的卷工 就是没得输 非常之好 也是非常之稳定 还有这两支如果呢 越放就越好吃 当然啦 这两支不会说是太淡 起码都是中度到中上浓度 但是就是非常之好的两支 regular雪茄啦 那今天分享了10支 2020年我最喜欢的雪茄啦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记得like和share啦 那你们都可以留言给我 看一下你们2020年里面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什么regular雪茄都可以分享给我的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